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看到是德国股市下跌0.13% 法国和英国目前也都在盘下 法国下跌0.33% 而英国则下跌0.08% 那么市场这么观望最主要是 到底今天晚上美国晶片法案 过还是不过呢 我们再来看到亚洲股市 今天亚洲股市普遍 也是出现比较观望的气氛 路股出现了 利多上涨的小幅度反弹局面 最主要是针对中国的烂尾楼 现在政府准备要让他们贷款期 能够有一个缓冲 所以对烂尾楼 似乎在短线上有激励的效果 开始有些人说 至少可以慢慢还钱了 那么日本股市因为昨天休市 所以才今天出现了股涨 韩国股市有些压力 最主要是 叶伦不是呼吁韩国要加入 他们的晶片联盟吗 但中国施压韩国说不准加入 它现在左右为难 所以指数在今天是小跌0.18% 而台股最主要是因为 明天台指期结算 再加上月线反压 我们看到外资在今天 也是小幅度进出 卖超23亿 但台积电大力光因为没有量 创下近越来的低量 在今天表现不如理想 那么同时投信则出现了 卖高买低 也就涨多的 他就把它卖掉 像盛阳半在今天出现了 长黑K棒 但是低档的进场去做多 赤身创下短波短新高 一些跌身的股票 富败离过大的股票 则出现了强谈 像汉迅敦泰 特别是敦泰拉出 连续四根红K棒 汉迅在今天亮灯涨停板 解封股续强 在今天航运表现很好 解封股再喷第三根涨停板 特别是长荣航空 强攻越线 在今天表现也很好 所以我们稍后一帮您来做解读 赶快来介绍来节目现场的来宾 邀请到金融培训协会理事长林昌欣 我好 大家好 资人分析师徐玲 菁姐好 各位投资朋友们大家好 财经所助理教授朱岳中老师 大家好 资人分析师苏惟元 小姐好 大家好 邀请到资人分析师蔡春华 我好 大家好 以及财经所助理教授谢晨彦 大家好 今天一开始刚刚带您来关心的是 是拐点要来了吗 我们比较担心的是 三星第一季在高阶的手机晶片的部分 竟然超车了台积电 这是拐点吗 特别是叶伦要风尘仆仆去韩国 而且要拉三星 拉LG 来压台湾的台积电吗 三星第一季又赢了台积电 现在大家在看 晶片的存亡是不是就看晶片法案 所以大家非常关注 今天晚上的美国晶片法案 在今天要表决 业界开发非常分歧 有人说会过 有人说不会过 在今天晚上就要投票了 当然过与不过 对这些半导体制造商 特别是要高额补助制造商 关系重大 这里头影响最大的是Intel 如果没有过的话 现在半导体业者已经放话 特别是美国的厂商放话说 可能会外包亚洲代工厂 就是我们也不想在美国自己做了 我们干脆外包就好了 那外包会外包给谁呢 没有人知道 另外就是我们看到 叶伦他们怎么说 他怎么说呢 他说美国太依赖台积电了 凸显了南韩晶片产能非常重要 他现在要拉韩压台沙中 做得到吗 所以我们请昌星 带我们来观察 今天晚上最重要的就是美国晶片法案 对 所以我想 今天的这个美国的晶片法案过不过 其实攀关于整个半导体的产业 是否是往美国进 还是说从美国往亚洲退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虽然今天就有520亿 可是今天各位可以看到 所有台股的这些 跟半导体相关的 不是开高走低就是频盘震荡 所以大家在等 大家在等 大家在等一个什么东西呢 Intel到底能不能占尽优势 我举例假设 假设不过 娟姐你觉得对台湾好还是不好 假设不过 对台湾当然也不好 没有那么 但我们在美国设的厂 就拿不到补贴了 不是这么说 台积电在美国设的厂 根本还没有有产量出来 根本还没有营收 所以那个是一个大的战略计划 假设没有过就表示说 台积电独大的机会 往前又迈进一步 假设过的话它就是被压缩 所以我认为台湾在 它是被压缩 当然啊 但是我们头已经洗一半了 拿不到补贴怎么办呢 拿不到补贴也没关系 因为我们本来就有我们自己的产能 我们不是要靠美国的这个 5nm的产能在出啊 那如果拿不到补贴 我们美国厂有可能了解 有可能会了解 但是你如果在做 其实我觉得做也是了解 说起来做也是了解 所以我们今天不要管台积电 赚不赚钱这件事 我认为是 Intel在这边能不能把自己撞大 我觉得是晶片法案会把它撞大 还有一个就是说 除了我们现在讲到的美台关系之外 更重要的是怎么样 美国自己在内战 美国自己在内战 我们看电影什么英雄内战 大家很多英雄对不对 现在英雄有两派 有两派超级英雄 一派是什么 自己有设厂的 比如像Intel这些 美光的 它自己有设厂拿到补助 这是它可以直接拿到补助的 可是Amedia挥达 这些所谓包含AMD的 它没有设厂的 它就拿不到本来的补助 所以它一块钱都拿不到 一块钱都拿不到 所以本来是说 设厂的补贴给它 所以今天的工房站 还有一个是这个 如果说不要用设厂补助 是用什么 租税抵免 所以设计晶片 能够有所谓的税收的抵免的话 那对于挥达来说 它就可以拿到这一块 所以我认为 其实美国在这边 现在先不说别的 产业界也在内战 就是产业自己在内战 不是只有产丛良院 对 所以等于说产业在内战说 今天第一个 520要不要过 第二个说 要不要补贴这些设计晶片 而没有真正投厂的 如果投厂有补助 设计晶片没补助 那这些所谓的高通 包含这个Amedia的 所以说表示说 现在在今天晚上 要定夺的就是这两件事 照昌星的说法 如果没有过 对台积电不见得是坏事 因为一旦过了之后 拿到最大饼的 其实是Intel 没有错 那Intel拿那么多 就可能Intel因此而壮大 对整个产业界版图而言 也不见得是好事了 但我们回头来看 那你认为会过还是不会过呢 其实我觉得会不会过 就两个重点 第一个就是说 美国这一块 其实一定要尊重拜登 拜登你看 韩国也去了 越伦 韩国也去了 他现在怎么样 他就是要联合韩国 所以我认为 接下来的重点说 这个法案我觉得过的机会 那你不给钱人 要干嘛跟你联合呢 对啊 不是这样 而且中国现在在施压 是啊 所以韩国你不要去 那现在美国要看到底给多少幼儿 给多少饼 人家才决定要不要去 是啊 我觉得拜登其实心里在想一件事 就是说 我老美做这么多事情 我给这么多钱 我为了就要打败中国 大家知道 其实中国在这五年间 大基金花了这个 三千亿的人民币 几乎也大概是 五百亿的这个所谓的美金 才能够把这一波的什么 中国A股的这些半导体市场 拉起来 那但是他现在还在这个 成熟制成 先生制成 没有 那为了什么 往前再往上拉 所以美国这一次的补贴 是要把什么样 跟流美国 所以我认为大家去看 这一波如果大家有去观察的话 整个全球半导体市场 是中国最强 反而是台湾跟美国 是落后补涨的格局 所以我觉得这一波 补贴应该会过来 我要补充一下 为什么韩国会左右为难呢 最主要是 如果你拿美国的补贴 你十年内 都不能再去中国设厂 这是美国的补贴条款里头 非常重要的一个款项 那也就是说 就此来看 它当然是针对中国 你今天左手拿我的钱 你右手又去中国投资 那是不行 所以只要你拿我美国的补贴 你就再也不能 在这十年内 再也不能去中国投资了 那对韩国而言 它要不要去设厂 对啊 所以说其实除了 这个三星之外 英特尔这次也是跳出来讲话 英特尔说不通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不能去中国设厂 所以说英特尔出来 也是反对这样 不能去所谓的 中国设厂这个条文 所以今天晚上 但是这个晶片法案 就是要简直中途 就是要杀中国的 对 所以说这个也是说 其实就是两难 你要么就是全部防堵 我给你什么 我给你补助 要么你不过 你可以去设 可是你没有任何补助 所以我觉得英特尔在这边 其实也面临着 这个两难的局面 反正据说英特尔 可以至少拿到三百亿 对啊 所以说这个三百亿 其实一投下去 我觉得呢 对于台积电的 这些所谓的威胁呢 英特尔就能够怎么样 能够摆脱 其实这一波里面呢 英特尔算是半导体里面 跌最多的 所以你看英特尔 也慢慢地垫上来了嘛 所以我认为大家去观察 如果没有过英特尔会落去 所以其实这一波 观察的重点 真的是在放在英特尔上 但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美国非常非常明显的 不是只是要杀中国 而且他是要拉韩国 压台湾杀中国 对 为什么说他要压台湾 你不要以为他对我们台积电很好 叶伦现在风尘成为 要到韩国去 口口声说的是 我们不能阿狗鸡的台积电 希望韩国能够帮忙 希望韩国产能 能够到美国来 对 所以他不断地在讨好韩国 是啊 所以说各位可以看到 说实在的美国爸爸 其实他都是两手策略 你台积电OK 我扶持你 你起来了 可是你现在半党里的份额太多了 各位可以看到 接下来的韩国三星 所有新的机器 包含S22接下来的 Ford3 还有我们看到这些折叠机的 都会怎么样 用他自己加的晶片 自己加的晶片 自己生产 所以现在第一季出来 高阶4奈米5奈米的先进制程 比我们先了 所以他的份额就要大幅提升 所以各位他到了保证就60 我再次强调 比较离谱的事 他去年第一季只有占8.6% 这是5奈米以下的先进制程 三星只占8.6% 竟然想到今年的第一季QOQ 他现在从8.6%成长到60% 而且超过了台积电 所以三星内部认为 这是他们的拐点 这是他们的黄金交叉 我觉得不一定 但是我觉得如果说 以安卓机来说有可能 为什么 因为安卓机的S22真的卖得很好 因为他是自己出S22 手机部门下单是用晶片部门的 所以他这60%是下单给自己 对 而不是全部 所以大家第一口你听到这个 不要被笑说 哇 三星怎么那么厉害 超过台积电 我们才40对 其实不是 我们之前去年第一季是91% 好 那再看到 掉到了40% 我觉得这个是以 韩国三星的S22来说 但是如果以整体 我觉得它是以高阶 以高阶来说了 4奈米 5奈米的制程 对 为什么 因为台积电要不会出来啊 台积电要不会出来嘛 台积电要到下半年了嘛 对不对 那现在还没有嘛 所以我们先让它 我们先让它 而且这个4奈米 5奈米是什么 是三星它自己说的 4奈米 5奈米嘛 说实在为什么这样说呢 包含台积电在做替谁做呢 替Apple做 替高通做 替联巴科做 都还没算进去 所以以现在整体来说的 市占率 我们还是占了70%啦 所以整体来说 如果说你要看 所有的市占率 占了70% 那大家特别要注意就是说 5奈米就是像阿尔冠讲 4奈米 5奈米的高阶的部分 除了三星用自己的之外 它的手机之外 有没有其他的厂商也用它的 之前高通通通也行不行嘛 对不对 它的这个粮率不好 发热用高税打掉 给台积电做 但是如果有部分的产能 拨给三星 那就有危险 我懂了 所以我们的量会到 第一季以后才出来 因为我们也是在第一季以后 才开始陆陆续接到一些 包括高通的单子 好 所以后续还不知道 今年的成绩单 后面才知道 我们来看那么股价呢 我觉得大家一定要特别留意 基本上这种法案出来之前 有一些人就会先跑 比如说我们之前讲 生涯半导体对不对 拉上去了 这波很厉害 投信出给外资 投信出来外资买 所以我建议这边 如果看这生涯半导体 是这一波半导体最强的话 那就表示这一波叫做反弹 而不是回升 也表示说拉上去出货 所以反过来 我今天教大家 待我们选股的机会 上面的小新的话就是 之前有讲嘛 借券卖出很多 然后都没有回补了 就要小心 可是机会我给大家一个 楼上的小先生 连电 利基电 剩下半导体 这个借券很多的 对 那机会是什么 如果借券有回补的 我们今天就当纯看筹摆 借券回补了就容易涨 比如说旺宏 借券有没有 卖出开始回补 那这个就有机会往上拉 我单纯就设个 所谓的筹没人来讲 外资现在做两种动作 如果他买钞 借券会回补 那相对是比较强势 我们看2337的望虹 给大家看一下 今天算是 半导体类相对比较强势的 它也连续涨了好几天 我们看一下K棒 下面先看借券 他之前一直借券卖 买到买不下去了 结果借券全部回补 回补了之后 今天就拉 这边帮我放外资 不要放借券卖出 外资就开始买 所以我认为 现在反过来 你是买低档的有机会的 高档的汤 右上角它反而会出 因为是反弹格局 拉太多了会出 低档的有机会 大家可以留意 这样的半导体的机会 但大家最关心的 仍然是台积电 因为刚刚被常心 这么一说之后 我就开始有点 母沙沙了 因为我们一般都认为 美国金面反而过关 对我们台积电是大利多 但刚刚你也说 不过也不见得是利空 我们就母沙沙 因为现在大家 一般都认为 过关的机会比较大 最主要是因为 裴洛西的老公买不少 那裴洛西的老公呢 因为它是神操作 很多人说这到底是 内线交易呢 还是投资天才呢 因为他之前买的都大赚 所以这一次他又买了 大概500万 对 卖了500万的 而且就是在今天法案 现在即将要投票之前 我们来看他过去 他去年买什么呢 买苹果 亚马逊 特斯拉 微软大型科技股 当时国会在 针对反垄断法案的 监管对象 正在进行讨论 那他在之前 就买了这些公司 表示他认为监管的这个事情 对这些公司不会有影响 他已经知道了 所以还进去买 结果有大赚 拜登提供电动车补贴钱 补贴钱先买 他好像也先知道 他就买了百万美元的特斯拉 你看多厉害 微软获得美国国防部 AR作战头盔订单钱 他就去买了 微软 你看他总是在 重大消息之前 好像先知道 包括去年7月 奈飞宣布要进军游戏领域 刺激了股价 之前他也先去买了 所以这一次他也先买了NVIDIA 很多人就说应该会过 那应该会过台积电 对股价而言还是大利多吗 我们现在有赔洛西 赔洛西真的很厉害 现在在美国还有出一个 赔洛西的投资组合 的对一倍就容易拉 听说他的投报率比巴菲特还厉害 对 基本上超过 他去年只有五十几% 五十几%快六十% 八倍都没那么厉害 而且他都是一次重压 而且都是重压科技类股 那这一次我请大家注意 他是6月17号 去买NVIDIA 灰达的什么 选择权 什么意思 如果没去也归零 就是没有涨是归零的 所以他是压很重 他赌很大 所以他这一波不只赌会过 还会赌会补贴到这些NVIDIA上面 他在赌是赌这个 因为这些厂商在挨 所以为什么都没有 所以他是赌会过 而且赌这一次的补贴 对 会补贴这些设计场 包括IC设计场也会有 对 所以他是赌很大 你赌越大 反差越大 你赚的就越多 而且他不是买正股 他是买股票选择权 大涨的时候他还可以翻倍 所以我认为如果照他之前的压法 其实蛮有可能 他之前累积投报到90几% 到90几% 所以这几年压什么重什么 而且科技类股涨很多 他都重压 所以很多人都说 你到底是不是insider 就是内线 我觉得只要议长下来 就会被吊责 现在还在议长中 对不对 如果他太太议长下来 他老婆还在做议长 对 绝对会被吊责 所以如果比较可能是过关的话 那台积电到底还有没有 利多激励的效果 我觉得其实如果过 我们也搞不清到底算不算利多 我个人的想法 因为intel会拿到最多 我们会拿到 但还会拿到更多 我觉得如果真的拿到的话 其实对台积电不是那么好 因为你看到台积电 今天包含到外资为止 他没有说因为压宝而重压 那第二个 我们说反弹到了 500块的天险的观看 接下来的重点就是说 会 我跟你说 你看到利多对不对 那会不会台积电 因为法单过了 赚了更多钱 我觉得不会 我觉得是让intel 有更有超车他的机会 我自己是这样解读 所以我觉得如果没有过的话 可能反而比较有机会 我们来投一下票 到底晶片法案会不会过 那如果压会过的话 对台积而言 一旦过关 股价的激励效果 各位怎么看 请举牌 认为激励效果很大的 请给圈 我来看到有一票两票 四票差 只有两票给圈来 朱老师 大臣认为过关是大力多不是吗 对 基本上我其实是认同 昌星的说法 但是为什么我举钱 我觉得国内的投资人 基本上还是把这件事情 认为是台积电的利多 可是昌星其实分析的是对的 因为在这边可以拿到钱 总是一件好事 对 对 对 可是很简单的得利 只差一百二十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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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拿四十几亿回来 问题他们拿到多少 从头到尾都是为了 英特尔量身定做的 只是说又怕排挤到这些 外资来投资 所以就语入军瞻 但是英特尔一定会拿最大 但是就国内的投资人来说 基本上还会是把这件事情 当做利多 所以我举圈的原因是这样子 好 但郑华给差点 长线来看的话 台电不会收到这个因为 它并不是因为法案 或者是某一个政策赚钱的股票 它是一个其实伟大的公司 但你问我这边受不到的激励 我就要考虑一点 就是说你看你从433弹上来 你已经弹到500块附近了 你的头上面就是一条季线 看到没有 你已经涨了这么多 然后你跟我讲说 这个对它有没有帮助 我就觉得激励不大 如果你在上个礼拜 出现这个新闻的话 我觉得对它绝对有激励 可是在这个礼拜的话 因为已经弹服这个地方 就有打折了 加息面还要看它出现在 技术面上的什么位置 出现在这个500块 反压关卡在前的时候 就算有利多 也不见得有机会 让它直接一举越过 这是振华的看法 但我们回来谈 台股今日最重要 在今天最有意思的是 因为在今天 成家量缩得非常小 不到2000亿 我们刚才谈到 市场观望气氛浓厚 一方面观望 美国金片法案 另外一方面 明天要结算 所以今天网友说 台股今天这个盘 叫做死鱼盘 那你如果没有跑的话 你就凉透了 因为真的好冷 怎么冷呢 所有的全脂股 在今天量都激动 所以我们来看 今天法人进出的 其实也很小 不过再往前看一下新闻 这个也蛮有意思 网友还po了什么 在PTT社团po什么呢 po了胡适的照片 旁边写说 我们都迷失在 金钱的洪流里 别这么说 我们每天都在讲这个 投资到底应该 怎么样才能赚钱 好了我们来看 外资今天进出的很小 卖超23亿 外资也在观望 晶片法案 特别是全脂股委员 全脂股的量出现几栋 量好小 对 我们可以看到说 当然今天外资的一个进出 当然是相对比较小的一个状况 其实今天买卖超的部分 其实各位看这个卖超 它卖这个中钢 当然其实昨天大家都讨论 结果今天外资 这蛮不给面子 直接就把它卖出来 今天头信昨天蛮很多 对 结果真的头信 跟头信对作 头信最近都被打脸了 我觉得今天有一个 蛮有意思的东西 我跟大家来解一下 就是说今天外资的卖超 它卖了两个东西 第一个是卖这个 原大T50反义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是第三名 那第六名 它又卖超了这个0050 一个做多的 一个做空的 它都卖 两个都卖 对 这奇怪 这个代表什么 对 我跟大家讲一下 其实原则上有两个层面的意思 我先给大家结论 是不同家外资 不是 菁姐这个分析 其实也蛮有道理 不是讲外资 对 不同意 现在外资其实也有点分歧 也就是说现阶段 其实这个原大T50 这个台湾0050这个部分 其实变成说 因为它已经出席过了 所以外资已经先拿到这个 准备 我已经参与过出席 所以接下来 它把这个资金 再去买别的股票 那我刚刚跟我讲 这个就有意思 我们请导播看一下 这个原大T50反义 其实它在做一个卖超的动作 为什么 我的解读是什么 外资现在认为 这个盘急跌的机会不高 为什么 因为原大T50反义 它是用 它卖反义是因为它觉得 在大跌的机会不高 对 它卖掉原大50 是因为反正我已经获利也要入带了 对 所以我这样解读 因为T50反义它的重点 它是用衍生性金融商品 去做合成的 所以也就是说 就像刚刚商星哥讲 它是必须 它除了空间时间 它要看对 看空以外 而且时间还要做对 也就是说我卖明天就要跌 T50反义的特性是这样子 所以它的一个特性就是说 我除了时间看对以外 空间也要看对 那目前这样的状况来看 还是会不会是外资不想迷失在金钱的洪流里 就是外资觉得这个盘根本就死鱼盘 我也不想做多 我也不想做空 反正它也不会大涨 它也不会大跌 就干脆把这两个都卖了 可能外资看 最近看了蛮多这个事情 外资看了PTD之后发现 嗯 没错就是死鱼盘 我不想迷失在金钱的洪流里 好了 我们来看一下全职股 所以全职股我们看到全职股量能激动 包括像台积电 对不对 今天你看量缩得这么小 对 都量缩了 对 那其实我们去看一下这六档全职股 其实目前的这个台股的全职股有的惯性 就是说当它站上月线之后 其实后面还有一些空间跟机会 比如说像这个台积电站上月线之后 后面还有机会 像这个大力光也是 之前我记得好像两个礼拜前 我跟大家讲说 因为那个时候这个CDKY要这个 站上月线就有机会 是 站上月线就有机会 那月线是绿色这条线 绿色这一条 对 所以我们画面上这几档全职股 台积电站上了 对 联发就站上了 国聚 世界现在差一点点 对 差一点点 大力光站上了 联电还没有 对 差一点点 所以目前来看的话 因为台积电跟大力光还有国聚 已经站上又涨了一段 我觉得比较有机会 应该是会属于这个联发壳 对 它是刚刚站上的一个状态 而且其实今天联发壳有错 因为今天有媒体的消息 说他接到这个Apple Watch 这个新的一个订单 打进苹果供应而已 对 他一定说 没啦 没这种事情 那跟之前台积电不是一样吗 台积电说我们有个A开头的客户 对 就一样这种感觉 也就是说 其实因为这个是基于这个 这个商业保密 他本来就不能说有 他本来说有或没有 就是变成说 天知地知你知我知 苹果不能够讲出来 就变成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 苹果规定不能讲 对 他不能讲 所以他讲了就犯规了 所以我认为说 这个消息后续应该还有发酵的机会 所以目前来看 你看好 联发哥 对 我认为联发哥 后续还有机会 那除了这个以外 全市股当然我们要讲一下指数 明天是 对 明天结算蛮重要的 是 是 明天台子期的一个结算 我们快速跟大家来讲一下 明天一定不会止于盘了 明天结算 要嘛就拉高结算 要嘛就压低结算 我个人是这样子看 因为目前我们来看说 我们从两个区块来看 一个是外资的期货成本 一个是自营商的多单 两个 他们目前两个都做多 外资的多单成本在一万四千六 自营商成本在一万四千四百六十 那现在台子期呢 大约在一万四千七百点左右 也就是说现在外资跟自营商都探级 那我们看这个区块 比如说我们focus在这里 现在的外资成本是站在这条线上面 代表什么 代表外资是赚线 我之前跟大家讲过 当我们要做多的时候 其实这段机会比较高 比如说像这边 这边机会比较高 当它跌破这个成本的时候 其实股价都很容易跌 指数都很容易跌 可是现在呢 已经站在的这个成本之上 多单机会比较高 对 我认为多单机会比较高 而且目前流仓的 外资跟自营商 他们流仓的都是多单 也就是说一个做长线的 一个做短线的 长线短线他们都偏多 那我们从这样子角度上去看 就代表说明天的结算日 只要能够守在这个 一万四千六以上 原则上还是比较偏多做看单 好 所以明天结算 会拉高结算吗 各位怎么看 请举牌 对 明天的行情 我们希望明天不要再死于牌了 所以明天是不是会出现 比较大幅度的突破呢 有一 二 三 四 六票圈 二 三 四 三 五票圈